大家好 好 那我們正式的開始 那我是大成國中的老師 我叫蔡志恆 然後另外那位老師叫做林辰老師 好 那我們這個活動是台南市教育局委託輔導團 還有我們學校舉辦的 那我第一次辦線上的勤子營隊 好 那可是看起來只有你一個人在家對不對 是嗎 在身邊 沒有 好 你現在 好 OK 沒有 沒關係 反正應該 你四年級了 應該是有辦法的 好 早上的是三年級的同學 所以可能會比較沒有辦法做 好 OK好 好 那我一樣把你的聲音關掉 好 OK 我有需要開你聲音的時候 我會再把你打開 你再自己打開 好 好 那我們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要先把我們的材料包拿出來 然後我們要做的是聖誕樹 請你拿出兩顆聖誕樹 顏色 沒 包裝的顏色不會影響 所以你選一下兩顆聖誕樹 好 我們拿兩顆聖誕樹出來 好 先把你的聖誕樹打開 好 先把你的聖誕樹打開 好 先把你的聖誕樹打開 好,聖誕樹裡面應該有三個東西 有聖誕樹門 好,那這個要怎麼組合呢? 我們來組合一下,它有兩片 一片是這裡,撬開的 一片是頭頂撬開的 所以就把它們兩個組合合體 插進去,讓它變成一個十字型的 好,把聖誕樹裝好 好,然後接下來這裡有一個盆子 它有一個十字架,我們把聖誕樹的十字型插到盆子上面 好,那如果你完成了,你開聲音跟我說你完成了 好,我一顆聖誕樹做好了 好,我要做第二顆聖誕樹 好,我至少有兩個 好,你有兩片 好,你還放著 好,長,我也有兩片 好,會想用 好,然後走到 好,我們過織來 好,別騙一下 好,好,有,不幸 好,有,不幸 桌子上 應該是沒問題啦 好啦,他做得很漂亮 OK,沒問題 可以的 好,你的生動樹做得很漂亮 那兩顆都給他弄起來 先把兩顆讓他站 結束了 完成了 角色 紙 之後 抱著 在這裡 太好了,兩顆都做好了對不對 好,你手邊有剪刀嗎? 有剪刀嗎?好 不用剪刀啦,它這個一樣有一個可以撕的地方 你可以把它撕開,把這些液體倒到那個盆子裡面 如果撕不開,用剪刀把它剪開 剪開之後,把液體倒到盆子裡面 好,你兩個都做好了,一樣開個聲音跟我們說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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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是不是有一個杯子 你家有沒有飲料杯 空的飲料杯 比較大一點點比較好處理 那個塑膠杯蓋上去好像 好像會撞到對不對 凌晨你早上有做測試 蓋上去是不是撞到 我換了一個飲料杯 你家有沒有飲料杯 空的飲料杯 或者 對對對對對 這個 阿如果沒有就用這個 你現在手上拿的那個杯子也可以啦 它會撞到也沒關係 你先找看看好嗎 對啊應該是這樣 好我們等它一下 看好想去找東西 去翻有沒有杯子 呵呵呵 這樣我們就等十分鐘 你怎麼找像那樣子 實驗的設計 你覺得OK好有沒有 有沒有要課程設計啊 不是實驗的 對 對對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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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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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有就好 跟我一樣會只有蓋一個 的確 阿水我會一直換 紙杯 比聖誕樹高嗎 你拍給我看 你拿在鏡頭前面我看一下 你兩個杯子拿來比較一下 看看有沒有比原來 我給你那個塑膠杯大 有沒有比塑膠杯長 有有有 好好好 這個可以這個可以 好就把它蓋起來 把其中一顆聖誕樹蓋起來 像老師這樣 對阿所以 語言的部分 就要反覆確認 他有沒有理解 然後 只能靠家長協助 他們家長會翻譯這樣 所以才會交親子活動 沒關係我們現在二打一 呵呵 有有兩個都可以支援他 只是我們不能出手 救他而已 呵呵 我們只能遠距離支援 所以才會選這兩個實驗 是比較安全 好你蓋好了齁 很棒 好 好 那鏡頭就可以看你人就可以了 我們就繼續上課 好 如果你不太想露臉 你也可以關掉你的鏡頭 沒關係 阿老師全程都有錄影 但只會有你的聲音齁 就是 如果我要放到網路上的話 只會有你的聲音 不會有你的臉 OK 好 那我們就開始課程囉 有沒有問題 所以我先把這個鎖小 好 那我們要來進我們今天的課程了 那我想問你的是 你知道什麼東西叫科學嗎 你看一下你家裡面日常生活中哪些東西跟科學有關係 你上課的時候科學課都在幹嘛 自然課在幹嘛 那你自然課在幹嘛 水生植物 所以植物跟科學 什麼還有交通工具 電池 好 電池 還有嗎 水生植物 還有嗎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 用到什麼科學 沒有這麼難啊 交通工具上到什麼樣的事情 是引擎嗎 馬達之類對不對 馬達 馬達 還有嗎 那你覺得什麼是自然科學 除了這些以外 電池 電池 電池馬達就會動 好 來 那所以 你覺得這些是科學 啊科學通常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叫科學 要做什麼事 對 所以實驗也是科學很重要的部分 對不對 還有嗎 還有哪些事你覺得在科學 在自然課裡面很重要 你水生植物有做實驗嗎 老師有拿水生植物給你看嗎 老師有拿水生植物給你看嗎 所以那個叫做什麼 拿給 拿給你看 拿給你看 沒有 林辰我來就好 林辰我就來 我來就好 對我再引導 他回答兩個字 你老師拿水生植物給你看 這個老師說 會說什麼東西 我們要怎麼樣 做對這件水生植物 做什麼事情 看水生植物 他就這樣說 來我們來看水生植物 是嗎 介紹 老師會介紹水生植物 我們是不是會介紹怎麼觀察水生植物 對不對 對嘛 所以叫觀察 所以我們科學是不是要做很多實驗 然後很多觀察 OK 好 所以我們的科學就是 會做很多實驗 會觀察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來得到一些 我們學到一些新的事情 所以這樣就叫做科學 好 那我們如果在家裡面怎麼進行科學呢 好 老師 舉烤箱烤肉的例子 你在家有沒有烤箱 你家有沒有烤箱 你家有烤箱 你家有烤箱 那你有沒有在 你有沒有用過烤箱 沒有 你沒有用過烤箱 啊你知道烤箱可不可以調時間 可以嗎 他可以轉那個圓圈圈條時間 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可以轉五分鐘去烤肉 十分鐘去烤肉 三十分鐘去烤肉 對不對 啊五分鐘是不是可能烤不熟 十分鐘太熟了 三十分鐘可能就烤焦了 那請問你現在已經做了三個時間 你該怎麼煮出好吃的肉 對我現在要烤肉 那我時間要調多久 肉才會變好吃 十五分鐘 十分鐘就太熟了呢 十五分鐘也太熟啦 啊十分鐘就太熟了沒 十五分鐘太太熟 那怎麼辦 十分鐘就太熟了 所以能夠超過十分鐘嗎 那只能幾分鐘 你覺得要幾分鐘 沒有超過十分鐘 幾分鐘沒有超過十分鐘 蛤 好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烤七分鐘 試試看 那還可以烤幾分鐘 八分鐘還可以烤幾分鐘 六分鐘 還可以烤幾分鐘 九分鐘 還可以烤幾分鐘 五分鐘烤過了啊 太深了 好我們是不是可以烤六七八九分鐘 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就可以再試試看 六七八九分鐘 啊為什麼我們試試 六七八九分鐘 不能是十五分鐘 是不是因為已經超過我們本來實驗的 這個太熟了 我們不要那麼熟 OK齁 好不然就烤焦了 對不對 所以烤肉這件事情 每一次都改變一點點時間 來試看看 烤肉會不會熟 這樣就表示我們在做一個簡單的實驗喔 好所以我們在家也可以做實驗 但是你不要在家 弄烤箱弄到真的煮三十分鐘 然後炒灰 把你的烤箱燒起來 這樣很可怕 知道齁 好所以用烤箱啊 用火啊要注意安全 齁 即使烤箱已經很安全了 老師曾經在家裡面 煮肉 煮烤箱 然後烤到我的東西冒煙 就變烏奇麻黑的 差點 差點 差回答 差回答之後差點燒槍 好 所以你如果要用這些事情 你要非常的小心 齁 好 那所以我們科學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眼睛來看 用耳朵來聽 齁 就叫做觀察 那我們來觀察一下 好 那觀察可以用這些東西來觀察 好 那用這些東西來觀察 我們來觀察我們的聖誕樹 來請問我們的聖誕樹 你可以看到什麼東西 你可以感覺到什麼 剛剛聖誕樹你打開 你有沒有什麼發現 你打開聖誕樹 你發現有什麼東西 你打開聖誕樹 跟什麼 跟什麼 哪個一樣 對 那個有什麼東西 你打開發現它有什麼東西 聖誕樹 好 所以它有聖誕樹 聖誕樹 聖誕樹是什麼做的 這個聖誕樹是什麼做的 紙做的對不對 所以我們有兩張紙 還有咧 裡面還有什麼東西 塑膠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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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什麼東西 一包藥水 好 那這是觀察到裡面的東西 那你有沒有聞到什麼 或者是聽到什麼 或者是 早上有一個小朋友說 他覺得臭臭的 你有聞到臭臭的藥水味嗎 有 所以你有聞到臭臭的對不對 對不對 可是我怎麼聞起來沒有臭臭的啊 是我鼻子壞掉嗎 喔有一點耶 有一點很像是蠟燭的味道 好 那這就是我們觀察 我們觀察不只可以用眼睛觀察 我們可能可以用鼻子聞一聞 或者是用 手摸一摸 這樣都是觀察 好那我們要觀察什麼呢 像是感覺啊 或者是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或者等一下它會有什麼變化 來你現在看一下你的樹 你的樹有沒有什麼改變呢 沒有嗎仔細看 真的沒有變嗎 阿水不是會怎麼樣 有啊我的樹有變啊 我照給你看 水變少了 對 這就是變化 很好水變少了 還有呢 樹變濕了 對啊你看你有看到也不一樣啊 樹濕了 啊濕了顏色有沒有變化 顏色你不覺得有變 那你怎麼知道它濕了 你摸的 啊你看不出它濕濕的喔 好 所以它指數濕了 水變少了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看到什麼變化嗎 顏色糊調 哇很厲害你有看到顏色糊調 對我這邊也有綠色糊調 我給你看我的 啊我的指數在這邊 放大 我這裡也糊糊的 好 顏色有的確有糊掉 濕的地方糊掉了對不對 嗯 好 啊我覺得它會濕濕的是因為 你不覺得顏色會變深嗎 如果今天要濕濕的 顏色會變得有一點點不一樣 變淡好 你覺得是變淡 那就是看起來不一樣 好 所以如果變濕了 顏色會變得不一樣 好 好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有濕的地方顏色糊掉了 這邊還是乾的 這邊是濕的 好所以顏色會變不一樣 還有水真的也變少了 那你造起來的那杯水有變少嗎 你可以偷偷開起來看一下 水有沒有變少 一點點比較慢對不對 好所以我們造起來的這杯 老師這個是透明的 好比較 我可以直接用眼睛看到 透明的那杯水變少比較慢 好 那你仔細看喔 這個角角 你那個聖誕樹變濕的角角 等一下會發生什麼變化 我們就慢慢觀察 好那我們樹就放著了 來 所以我們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們可以看得到 好 指數濕掉了 水變少了 好 好 那我們看到有這些東西 然後我們有這個感覺 那我們就要下一步 阿記得喔 很多東西你不要隨便用嘴巴去吃喔 或去嘗試味道喔 盡量不要用這個東西 好 除非你真的確定它是安全的 就像我們今天的實驗材料 也都是不能吃的 你不要聖誕樹開花了 很像棉花糖 然後想把它吃掉 好 那就可能會中毒喔 還有我們實驗做完要記得洗手 OK 好 那我們來分析一下齁 來我們分析這整個材料 我們是不是有指數兩片 透明的液體 還有盆子 總共有三個東西對不對 好 我畫一下盆子 好 那這三個東西你覺得 哪些是一定要有的東西 三個可不可以把某一個東西去掉 還是可以做這個實驗 盆子 哇你怎麼這麼聰明 的確是盆子耶 好 所以我們這三個東西 如果沒有盆子 我幹嘛還畫出來 盆子可以設 換別的東西 換盆子嗎 或者是想辦法讓它吸 所以盆子 盆子不一定是這個重點 但它的盆子設計得很好 它做了什麼事情 它的盆子有什麼特殊的設計 對 非常厲害 所以那個盆子上面有一個十字架 可以把那個指數砍到盆子上面 好 好 所以 這就是它盆子設計得很好的地方 所以老師把它指數 十字架畫好 所以它跟一般盆子不一樣的東西在這裡 它有一個十字架 可以把聖誕樹固定在上面 好 所以 那如果聖誕樹沒有那個十字架 你覺得它能不能站好 真的不行嗎 好 好 沒關係 你下次第三個聖誕樹 你改天要做的時候 你就不要用那個盆子 看你的聖誕樹用成十字架 能不能站在桌子上 好 你就自己做這個嘗試 好 現在老師的指數已經有一點點變化了 你的指數有什麼變化嗎 你有沒有看到你的指數 怪怪的 蛤 沒有 來 我給你看我的 來 你看到我的指數有什麼變化 這裡怎麼了 長東西了 長東西了 啊你的有嗎 你仔細觀察你的 看哪一個角落有沒有長東西 你的有長東西嗎 你的沒有長東西 哈囉 我們又有一個新同學加入了 陳同學你好 我們已經開始快半個小時了 那請你把兩顆指數拿出來 我們要進行實驗 你的指數沒有長東西 還沒就對了 好 我的指數已經長東西在這個角角了 我們先讓陳同學處理好他的課程 先跟他聊個天 哈囉你好 好 他總共有三包 你拿兩包出來 一包是給你們兩個當聖誕節禮物的 你等聖誕節那幾天再拿來種指數開花 可以給你們班上同學看 讓他覺得很羨慕你 好 好陳同學如果你兩包指數都打開了 把指數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老師有給你一個塑膠杯 可是他有一點小 所以我自己換了一個大的塑膠杯 如果你家有大的塑膠杯 好 請你把 大的飲料杯 好 請你像老師這樣子 一個把他用飲料杯罩著 一個 把他放這樣 那 畢成你可以先休息 五分鐘好不好 我們讓 那個 宇智同學 先 把東西準備好 讓他跟上進度 然後你再回來 啊要回來的時候 我會再提醒 十分鐘好了十分鐘好 現在兩點三十 你兩點四十 再來就可以了 那你先把螢幕關起來 你可以休息一下 宇智同學 你是永華國小的 六年級 好 那你六年級應該可以比較熟練 你有玩過聖誕樹嗎? 有 有 所以你曾經看過這個現象 對不對 好 那你應該很快就可以裝好了 你也有裝過 難怪你們 你這麼熟練 好 好棒喔 那這個安清棒真的不錯 好不過他 他就是讓他開花而已對不對 你之前就是讓他正常開花嘛 沒有比較把它蓋起來會怎麼樣 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可以來做實驗 把它蓋起來 看看會怎麼樣 會有什麼不一樣 好 宇智同學你裝好了 請告訴我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來討論 謝謝 謝謝 這時候 www.youtube.com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等一下 好了吗?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要上课的状态 我换的东西,这样比较当近一点点 好,转换过来 好,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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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有看到我的齁 我調整了一下我自己的狀態 好,那我們要繼續上課囉 好,那我們先複習一下剛剛學的東西 好,那對宇智同學來說,請問你覺得什麼叫科學 這個是剛剛那個宏毅的答案 育成的答案 宇智同學覺得什麼叫科學 你覺得實驗是科學 那你覺得還有其他什麼東西跟科學有關 你們自然課有上到什麼,你覺得喔,這就是科學喔 觀察,觀察什麼東西 你們有觀察什麼東西 隨便都可以,你最近在上什麼東西,自然課在上什麼 礦石,所以觀察礦石,礦石跟科學有關 還有嗎 嗯,沒關係,你想一下 熱,溫度對不對 熱,喔 有關火的 跟火 天氣,天氣也很科學 好,所以我們科學是不是用做實驗用觀察 然後發現一些東西 然後把這些東西的道理啊原理啊想清楚 然後想想看他們會發生什麼事對不對 好,那我們接下來下一個 怎麼樣在家裡進行科學就是改變一點點 重複做 好,舉例烤箱烤肉的例子 好,剛剛跟育成討論的時候 如果五分鐘的肉太深了 十分鐘的肉太熟了 三十分鐘烤焦了 我們要取幾分鐘來烤,再來測試看看 你怎麼跟他好有默契喔 他也是講七分鐘耶,難怪你們兩個同時上線 好,所以我們是不是六七八九分鐘都可以再試一次對不對 那除了改變時間以外 我還可以改變什麼 如果我十分鐘太熟 對啊,也可以改變溫度啊 沒錯啊 也可以改變肉啊 肉我是不是可以用怎麼樣讓他比較不容易熟 肉怎麼樣的時候比較容易熟 你烤肉的時候要怎麼讓讓啊 為什麼我們烤肉的時候都是肉片 我不會拿大豬排上去烤 有想法嗎 有想法嗎 育成你有想法嗎 我們烤肉的時候不是都烤肉片嗎 啊 啊為什麼不烤整塊戰斧豬排 啊太大的會怎樣 對啊 對對對對對對對 你們兩個講的都很對 不容易熟 有時候有一些熟有一些不熟對不對 對 對外面已經烤膠裡面還沒熟嘛 所以如果用厚一點就會比較 裡面就會比較深嘛 齁 所以我們可以改變厚度 改變溫度 這些都可以改變 這樣了解了齁 但我們不能一次改變太多東西 我們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造成的影響 就不知道原因是什麼了 齁 所以我們一次改變一點點就好了 那重複做這樣就叫科學 好啊我們科學第一步是觀察 觀察的話可以用這些東西來觀察 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手 啊盡量不要用嘴巴齁 因為吃進去如果中毒就完蛋了 像這次的實驗 你要記得 實驗後要記得洗手才能吃東西喔 好 那剛剛觀察 這是育成觀察的事情 育成發現裡面有指數啊盆子藥水 然後鼻子有聞到臭臭的味道 我覺得有點像蠟燭的味道 然後 他把指數放下去之後過一陣子 他覺得指數變濕了 水變少了 那請問羽智你還有觀察到什麼 除了這些以外的東西嗎 好很好指數有不同的顏色 還有嗎 好 我們 你有沒有觀察什麼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啊 他 像鼻子群 嘿鼻子群 泡泡的味道 好我覺得是蠟燭的味道 你覺得是泡泡的味道 阿你剛剛在摸紙的時候 手有什麼感覺 泡泡的味道 毛毛的 育成你在摸紙的時候 你手有沒有什麼不一樣感覺 蛤? 濕濕的? 你弄完才摸的嗎? 我說你剛剛在裝聖誕樹的時候 好毛毛的粗粗的 好那這些是不是都是我們的感覺 這樣理解了齁 所以我們觀察不只可以用手去感覺 我們也可以 不只用眼睛去感覺 我們可以用手去感覺 用鼻子去感覺 好 然後觀察他的前後變化 OK 然後繼續往下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分析材料了 好 那育成我們一起專心來處理接下來的事情 來 要分析材料的時候 我們也有一定特定的方法 那我剛剛跟育成討論過這個 這個盆子 設計得很巧妙 你自己覺得他哪裡設計得很好 可以固定聖誕樹嗎? 阿請問聖誕樹如果沒有這個十字架 能不能站在桌子上 阿請問聖誕樹如果沒有這個十字架能不能站在桌子上 不能嗎? 不用吧 我插一個給你看 沒關係 剛剛育成也跟我說不行 不會阿 這個其實你只要有十字架的形狀 他就可以站著啦 因為這樣就可以支撐了 其實因為這個紙有厚度 好 我做一個給你看 你下次如果卡片要做這個形狀 他就可以站著 我把它放大 我把它放大 你有看到我的樹站著嗎? 有點歪歪 但可以站嘛 不用盆子就可以站了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所以他其實 即使不用那個盆子 你還是可以讓這顆聖誕樹站著 好 像這樣就站好了 因為他十字的形狀 所以我如果今天用這個飲料杯 我把它 把那個濕濕的東西倒在這個飲料杯裡面 我還是可以阿~~倒了 好 所以他做十字架的好處就是 他站得比較穩 好 所以這個設計設計好 你看他可以站在杯子上 所以就可以站在杯子裡面 我就不一定要用這個盆子 好 再把它縮小 好 來 所以盆子的部分 就是可有可無嘛 可以用別的東西取代 但這兩個東西好像不能 比較難取代 但有一個東西 可以換材料 哪一個東西可以換材料 液體我換成水 那指數還會不會開花 會阿 那你下次可以試試看 你把液體換成水 看那個沒有那個藥水 指數會不會開花 這棵樹有沒有這個神奇的魔力會開花 還是到底是那個液體造成的關係 這也是你下次可以試看看 好 阿老師有試過了 只有透明的水指數是不會開花的 跟那個液體有關係 好 那我們剛剛說指數你可以看到不同的顏色 好 顏色的部分是 是 呂智講的 那玉成你有看到什麼指數 有什麼特殊的地方嗎 呵呵 阿已經有啦 顏色還有咧 有顏色還有什麼 沒有想法喔 好那除了有顏色以外咧 它的形狀是不是很奇怪 它形狀有什麼特色 一條一條有樹枝對不對 好 所以它有凹凹凸凸 那 育成你的應該開花了 你再看一下你的花在哪裡 開花 你的指數 你的還沒開 你看我的已經開了 我放它給你看 你看 你看我的 是不是開了 這邊也開了 好 好 所以我的已經在開花了 那你有沒有發現 它都在哪裡開花 好 在下面對不對 那為什麼是在下面 好 很好 因為水只有上升到這邊 對不對 水目前還沒有 還先上升 我的水位大概到這裡 這麼高 好 所以 先開花的是下面 先開花 好 它終於對到焦了 好 那開花的地方 是在凸出來的 還是凹進去的地方 凸出來的地方 會開花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看一下完全體 完全體是這顆 好 那除了凸出來的地方 會開花以外 它還有什麼特色 它對不到焦 你還有看到它有什麼特色 有顏色對不對 那那個顏色跟什麼有關係 我們沒有要討論現象 哈哈 那個顏色跟什麼顏色有關係 綠色的 會長出什麼顏色 阿橘色的咧 阿白色的咧 阿所以那個顏色是哪裡來的 是樹上面的顏色吧 不是那個花的顏色嘛 不是水的顏色 可以理解了齁 好 而且這個顏色比樹上的顏色深還是淺 淺嘛 所以是不是那個顏色染出來的 那個花被這棵樹的顏色染色了 好 所以 開花會造成這個現象 那我們可以繼續觀察 觀察這兩朵 我們自己後來做的花 移動一下 移動一下 好 那我們就繼續囉 就把它縮小 好 所以我們有凹凸 會有不一樣開花的樣子 然後有顏色 會造成不一樣開花的顏色 那那個顏色我如果用水彩筆塗上去 花會不會開我水彩筆的顏色阿 不知道 好 我喜歡不知道這個答案 所以不知道 你是不是就可以做嘗試了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 OK 好 那 那 早上來一個同學跟我說 那個顏色是花的顏色 那我就弄白色的給他看 因為我把它剪斷了 所以你剛剛看到我那顆聖誕樹有一點 頭起一角 頭缺了一角 因為我把它剪成這個樣子 它沒有尖尖的 你仔細觀察 它這裡是缺一角的 好 這裡是尖尖的 OK 好 所以 頭少了一角 它還是會開花 好 而且它會開從 凸起來的地方開花 好 那科學的第二步就是 要來問問題了 所以我們要來問問題 好 那怎麼問問題呢 我們問問題可以用 人事實地物如何為何來問問題 好 那關於這個聖誕樹請問你們有什麼問題 畢竟我把你麥克風關掉 因為那個雜音是 好像是你的 真的是你的那個聲音出來的 好沒關係 再打開 我把我的聲音關小聲一點 就不會聽到那個鼻鼻聲了 好了嗎 好 那我們來提問喔 關於這顆聖誕樹你們兩個有什麼問題 好 請開啟你的麥克風回答 沒關係 你有什麼好奇的事情 為什麼它的形狀是這樣 什麼形狀 你是問說為什麼花的形狀嗎 還是 為什麼聖誕樹的形狀要設計成這樣 可不可以設計成不同樣子對不對 好很好 為什麼加藥水可以開花 還有呢 我知道 我在改了 謝謝你 還有嗎 你剛剛觀察起來 花還有沒有什麼特殊的現象 有嗎 我們剛剛不是說它會開在哪裡 它有開在 凸起來的還是凹下去的地方比較多 凸起來的地方比較多 所以為什麼它會開在凸起來的地方對不對 好我在 好凹下去的地方為什麼不開花 好我老師又做了一個加工 我又做了一個奇怪聖誕樹 拉蓋給你看 好我把這顆聖誕樹虐待一下 變成這樣 你還看出我怎麼虐待它嗎 呵呵我把兩邊的樹枝剪斷 只留下另外兩邊的樹枝 好那這朵 我會再來做實驗 因為我們就可以討論 欸啊它如果沒有樹枝它會怎麼展 對不對 好那這朵我們也拿來做實驗 好 好 我的藥水 魔法藥水 怎麼不見 我的魔法盆子怎麼不見 好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你還可以提出什麼疑問 還有什麼為什麼嗎 為什麼它用成兩個兩邊這樣子插起來對不對 它可不可以別的形狀會不會開花 好我如果換成一張紙的話 它有沒有辦法開花 喔很好如果換了別的紙會不會開花對不對 一定是這種材質的紙才會開花嗎 啊我如果拿衛生紙會不會開花 那我們等一下也可以試試看 拿衛生紙會不會開花 衛生紙會馬上撕掉 啊撕掉不會開花嗎 啊我們就來應觀眾要求 再追加這個實驗 好所以我先第一個我先改變它的形狀 好我讓一邊沒有樹枝 讓它不是樹枝型的 我們等一下來觀察看它會不會開花 然後第二個我要一張衛生紙 好我衛生紙把它捲成一個尖尖的 然後把它放在這邊看看它會不會開花 它立刻就撕掉了 好那就放著等結果囉 好所以 好為什麼 這種紙會造成開花的現象 好這個處處的紙 好 好那還有 嘿請說 對啊所以這就是這個問題啊 為什麼一定要這個紙才會開花 指數的紙會開花 指數的紙會開花 衛生紙可不可以 還有沒有其他的題目 來我們在提問的時候我們 有啊藥水在前面啊 藥水是什麼啊 為什麼加藥水才會開花 好那我們在想問題的時候 我們除了想為什麼以外 我們還可以想其他的問題 好像是如何 如何就是怎麼讓這個東西發生什麼變化 怎麼讓它怎樣 好或者什麼人 什麼事情 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什麼東西 這些都是我們提問的方法 那我們舉日常生活中 早上 中午好了 來中午請問什麼人跟你一起去吃午餐 爸爸和弟弟睡 這樣是不是提問的技巧 要問什麼人 然後你們去哪一個地方吃午餐 你們吃了什麼東西 在什麼時間 然後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們是不是在跟別人介紹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講這些東西 就是今天中午我一個人 好 去了我家附近的 虱目魚店 好在中午12點的時候 好吃了一碗肉燥飯 跟一碗虱目魚湯 好然後 我覺得虱目魚很好吃 這樣我是把一件事情講得很完整 所以你在描述小故事的時候 或者你在寫心情的時候 也可以這樣子描述 什麼人 好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做了什麼事情 有什麼感想 好 那我們科學會多兩個東西 就是 怎麼會這樣 原因是什麼 怎麼讓他變成這樣 好 要如何做到這件事情 舉例來說我去吃完肉燥飯 我就會想 要怎麼做肉燥飯才會好吃 好 為什麼這一間 虱目魚店有這麼多客人 為什麼麥當勞要開在這裡 為什麼肯德基 不要開在這裡 這樣懂了齁 好這些都跟科學的提問有關係 科學就是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好 所以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就要先想問題 然後想解決問題的方法 那這些解決問題的方法 都叫做科學 好 那我們來分類一下 來為什麼聖誕樹要設計成這樣 這個是人事實地物如何為何的哪一個 你覺得呢 為何呢 為何 就為何設個顏色 喔喔 弄錯 好 可不可以設計成其他形狀 這個是哪一個 可不可以 你覺得是哪一個 好如果不知道是可不可以 那就找形狀嘛 那形狀是哪一個 形狀是人事實地物的哪一個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霧齁 好霧可以 它就是一個東西 形狀就是一個東西 好 那為什麼加藥水會開花 這個就是為什麼吧 我有按錯 為何 藥水是什麼 來是什麼 這個是人事實地物的哪一個 它的成分是什麼 蛤 剛剛誰回答了 你說是對不對 它是一個事情 也是一個東西 所以事物本來就會比較難分了 好 指數的指 指會開花 這個指也是一個物 衛生紙也是一個物 這樣可以了解了嗎 我們就可以從這些人事實地物去想問題 想完問題就可以去解決問題 好 那老師今天的設計 一個蓋起來 一個不蓋起來 為什麼我要這樣設計 林辰老師有補充那些東西的英文 就叫做 how who where when what why 人就是who 是就是what 時就是when 地就是where 如何就是how 為何就是why 這樣理解了 好 那我想問你的是 我為什麼要設計成一個用 塑膠杯蓋起來 一個不要用塑膠杯蓋起來 你覺得我想討論什麼事 隔絕空氣 好 有可能隔絕空氣 那育成你覺得我要隔絕什麼 空氣喔 那你剛不是說 他們水都有減少嗎 那哪一個水少得比較快 有杯子還是沒杯子的 沒杯子的少得比較快 那哪一個有結晶 你的應該有結晶了吧 你的還沒有 哇那我家這麼乾燥 宇智你的有結晶了嗎 還沒 還沒 你們水有倒下去嗎 呵呵 有喔 好 那 所以你看一下我的 我的部分 我把我的放大 我把我的放大 看一下我的 我的有蓋杯子的沒有結晶 沒蓋杯子的有結晶了 那我們觀察一下水位的多少 好 你有發現水位哪一個比較高嗎 哪一個水看起來比較多嗎 看得清楚嗎 好像看不清楚對不對 好 好 這個 整顆都濕了 好 蓋起來那個整顆濕了 這個也 差不多濕了 剩下這個角角還沒有濕 好 蓋起來的整顆濕的比較快 還沒蓋起來的還有兩個角角還沒有濕 沒有蓋起來的已經開花了 蓋起來的還沒有開花 好 兩邊的水這邊比較多一點點 這邊比較少一點點 那我繼續把它蓋起來 好 所以兩個做了不一樣的處理 它的確有不一樣的反應 好 旁邊這個衛生紙已經 吸了很多水了 好 而且它吸水的速度好像比指數的快了一點點 指數的水現在到這邊的高度 好 好 好 回到 講一 所以我們問完為什麼 我要問的問題就是 好 如果把它蓋起來 隔絕了空氣或隔絕了一些東西 它的開花速度會不會有影響 好 如何影響開花速度 這個是我的問題 我要怎麼樣才會影響速度 好 這個就是如何 好 所以我們在問問題的時候 你要隨時思考一下要有這些問題的步驟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 好 那我們現在3點了 一個小時了 我們休息15分鐘 我們到3點 現在3點5分嘛 我們休息到3點20再回來 好 那你們休息一下 喝個水上個廁所 OK 那老師也休息一下下 那老師也休息一下下 就好了 我們休息一下 要求切成 才會動 不喘 不要 不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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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加拿到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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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的很有趣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像是像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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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感性 感性感性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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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